球規已經結束了,球會賽事就剩下什麼呢? 即是未來週末就捉獎杯,英格蘭捉獎杯決賽和德國杯決賽 然後又升班附加賽 然後就週中,即今晚就有歐伯杯決賽 然後下個星期又有歐協聯的決賽和歐聯決賽 聽完歐聯決賽,也就是說整個球會賽事都不斷了 但今個夏天就不受武波,因為基本上歐聯決賽後休息不夠兩個星期 6月14日開始,歐國杯又舉行了 即是EU2024就會舉行了,在德國舉行了 所以近期看到很多新聞說球隊開始出名單 通常現在有些比較有信心的 就先弄個26人名單出來,直接弄個26人名單 決選了 有些就會先看清楚 所以就弄個30多人的初選名單 當然,有些球隊就受到很多人注意了 譬如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等 就有很多人注意了 當然有一隊就十分之令人注意了 即是這隊球隊經常都令人多話題 香港就更加多球迷了 這隊球隊就是幾乎港人最愛的 英格蘭 英格蘭剛剛在昨晚 即是他的教練修夫基 開過記者會就公佈了 33名的初選名單 英格蘭初步名單 也好什麼的 即是令人很大件事 英格蘭也很懶 最初還想著修夫基的 都是copy and paste的 他一直都預料了 頂了就改了一點 3號門帳的位置就改了 或者是整天兩件新人的初選名單 其餘的大部分的底子 都跟之前 上格屋國杯 和兩年前的世界杯 那時候不是一樣的嗎? 但是這次不是的 這傢伙是轉死性的 本來也不知道是否轉死性 那班所謂契仔 很多都沒有 KP沒有 然後又 250又沒有 還有什麼? 福哥又沒有 我們現在先看看 首先哪些是沒有 剛才所說的 250沒有 KP 即是嘉文菲立斯沒有 那這些都不好意思 有了 福哥沒有 福哥 雖然這位都看得到一堆屎 那款 真的看得到一堆屎 福哥 踢了出去了 他都沒有好東西 你看到他直球落場 好像不知道 整個人也不知道怎樣 總之就是 冷著球又衝到人堆 又不是怎樣走 沒有球手動 那些 全部都沒有 要做的事情都沒有 即是球又進得少 和上季完全兩馬子的事 但是 也想著 收夫基 一向都會選福哥 他多差也好 都會選的 即是 包括我在內 都看死收夫基 有機會選福哥 誰知道這次有狗肌不選 厲害 真的不得不佩服你 收夫基 對不對 福哥沒有份 另一個大家都覺得 應該有了 這個又 又是他契仔之一 即是 又是契仔之一 他已經去了沙地 去了沙地 去了沙地 收夫基 都繼續保持選 他進入國家隊 死不死 還可以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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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場 即是 牽達神已經在沙地 還被他正選 還可以上陣 還可以上陣 所以 怎會沒有份 現在還要牽達神 遠走 即是已經離開沙地 還要回歐洲 踢即是 想著就算年紀大 機器壞 表現又不好 不要緊 收夫基爸爸 永遠在 岩澤爸爸 永遠在 會看著你的 會選你進去 怎料不是 又沒有 不過 牽達神真的去到 即是也不是表現好 最終就落選了 好了 有些人就說 這個也應該有了吧 是吧 歐聯決賽 新組 新組 即是今季 和坦克炒大鑊 被人竊了半季 接著下半季 就借回到 多蒙特 感覺上就說 爭氣吧 入歐聯決賽 人們還說 大把大把車 在坦克上 但是這樣說 新組 是 有得踢回 表現是好一點的 但是 他是不是長長都不適合 好像不是 還有 也是那句 首先 他就是踢英銷和德甲 兩回事 他就是踢快 適合踢德甲 不是踢英銷 以及心態也不同 你看他踢英銷 那時候 慢慢走回去 嘩 也算了 還有什麼呢 修夫基 其實已經很久沒有選過新組 很久了 兩年前 世界杯都沒有用新組 所以修夫基 應該自從歐國杯決賽 射失了12馬之後 新組開始 慢慢就已經淡出了國家隊 不用淡出收夫基的視線範圍之外 世界杯都沒有去分 之後 也很久都沒有入選過 所以 怎麼會選他呢 對吧 大家要明白 國家隊 不是純粹說 哪個fit就選哪個 因為國家隊始終 他們練球的時間 又不是長 即是機會不多 既然機會不多的時間 沒有可能說 喂 要怎樣就選 即是這個又選那個又選 沒有的 永遠就真的 教練是他有自己一套 有一套 你可能說 多不多契仔 總之他又覺得 他這套戰術 哪個踢 放進來 可以適應得最短時間 那就可以了 或者甚至乎 他用得了 他沒有信心用得了 他都搞不定 他都不會選的 所以你不要說 喂 近期的感覺 不是這樣選的 不是這樣選的 當然你會看 整個季的表現 整個季的表現 這樣 那麼 新組 既然收夫基 那麼久都沒有用你了 對吧 那就浪費了 沒有了 好了 那麼 名單上 怎麼樣呢 那我們就試試逐個位置去看 當中會有些爭議的人選 也有些新人 那我們就看看 從中也要看看 究竟現在33人選了出來 接下來 決選最多 名單是26人 最多26人 就是說有7個人 是會被淘汰的 最終是被淘汰的 究竟我們一起猜猜 哪7個會被淘汰的 就是 好了 龍門那方面 龍門那方面 就是 名單 依舊都是那些的 比如 碧福特 愛華頓碧福特 金貝去了水晶宮的癲軒 藍絲島 以及搬來的查福特 大家會看到 似乎覺得 碧福特一定是正選 不用說太多了 一定入眼的 就是 碧福特和踢國家隊 又不同 大家覺得 為什麼還是碧福特 那樣 愛華頓 你可能覺得他不太行 但其實愛華頓也不是差 也不是差 而且他在踢國家隊 也是比球會好 所以一向他沒有犯大錯 加上 你英格蘭有多少個龍可以選擇? 對不對? 所以碧福特 正選 也很正常 入眼選 也很正常 其實上半季 也不是正選 來到水晶宮 但是 承著 Sam Johnstone Sam Johnstone 的重傷 就是要修裂 下半季 丹謙就得到正選 而他的表現是越踢越好的 所以 丹謙是絕對值得的 托比 本來是三號門將 但是 沒辦法了 因為他又是長頭 到季尾最後一兩場才復出 太遲了 所以沒有了 好 如果以剛才說 迫福特和丹謙 應該會入選 那剩下一個門將的位置 哪個呢? 就將會是藍絲道和查福特之爭 藍絲道 大家會覺得 在阿仙奴坐了一整季 憑什麼入選 那一句 沒什麼選擇 難道你選 石菲聯的科特琳亞 你想想 英格蘭門將有多少個 還有去到蘇超 蘇超格樓 不難突 但是似乎收夫基 你有沒有看過蘇超看球 沒有 他怎會這麼純心 有空進去英格蘭門 看到鏡頭看著他 那就可以了 那就打工了 打工仔就是這樣 打工仔就是這樣 扮工時間 所以藍絲道 有份入選初選 都很正常 大家會覺得 藍絲道應該被Outer 因為狀態不好 又說 始終 正選又不是他 即是阿仙奴正選又不是他 如果論狀態 沒理由會選一個 冰硬的雪條 是凍肉來的 沒辦法 但是問題是 查福特 查福特 曼城出生 今季就去了搬尼 本來上半季也是搬尼的 即是去年 就幫英格蘭 拿了歐洲U21國家盃的冠軍 他是正選龍門 表面是不錯的 還要整個比賽六場 就沒有失球 是去到決賽 決賽也沒有失球 決賽也足夠了12馬 即是力保勝局 但是去到搬尼的時間 上半季他正選 但是很明顯 他還未夠班提應超 他對於那些兩邊出球 那些 還有那些判斷 都還是 嘩 是令人覺得 為什麽 搬尼寧遠出這麽多錢去買 1900萬 1900萬 去買 但買回來原來是不行的 最終你想想 搬尼下半季 用梅力 用梅力 梅力 也不是十分好 但起碼 似乎好過查福特 查福特 其實你說 其實查福特下半季都是踢後備的 所以再加上 收夫基一向都喜歡明白效應一點 還有 始終 藍絲度的經驗豐富一點 其實比賽經驗豐富一點 不是過濟賽 過濟賽也是一般的 所以 藍絲度應該也是會入選的 查福特反而會被out 好了 到後防 後防那邊 有哪幾個呢 基祸家 史東斯 密階雅 曽高美斯 查比亞 班庫維特 鄧克 江沙 古哈 昆沙 蘇爾等 剛才所說的 譬如祸家 史東斯 密階雅 查比亞 個人覺得應該都會入選 這些 一向收夫基都是喜歡用這些 長期都慣慣著這些 好了 那麼 祖高美斯 始終可以踢 防線上幾個位置左右兩閘 和中堅他都可以踢到 應該都是他 應該都會入選 鄧克 鄧克其實 你別說 雖然踢白禮頓 似乎 掛加隊 又不是太多機會 但是 收夫基又喜歡選他 那 古哈 古哈 其實都不差 在水晶宮那裡 所以其實都應該會入選 好了 昆沙 昆沙 就是什麼 有些少意外 雖然昆沙今季也有不少機會 在利物浦 但是 收夫基又會選他進去 是有少少意外 之前是初入選的 之前是沒有試過的 昆沙但是 今季的表現是好的 在利物浦的表現是好的 其中一個 是高普提拔 整個抽清份 那水清份 其中一個 上來的 這個年輕球員 他都把握到機會 在這個 祖爾馬迪寶 長頭 再加上 江納迪 經常受傷的情況之下 他拍著 雲迪克 是穩陣的 穩陣的 他也善於什麼 善於用球 還有 路數 經過 雲迪克 在雲迪克身邊 學習之後 是有進步的 看到越來越進步 所以 反而覺得 昆沙入選的機會 也有 也有 反過來 班夫韋特 相對的機會 比較小 不是沒有班夫韋特 也好 在愛華頓拍著 達高斯基 這個年輕的中堅 但是問題一來 稍微太過 顏僑硬馬一點 那你已經不是 麥加雅了 又有股嗨的那些 而來 就是 他始終 愛華頓 即是 收夫基也是 喜歡名牌球隊 喜歡一些 所以 這方面 似乎 就 不太 班夫韋特 是一個被 out的球員 那 反而 有一個 就 挺 挺意外 索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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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自从2月之后就已经是未出过场了 未来的终总表决策都不看好他可以复出的 出得回的 但你照选他? 其实左袭还有很多人 就是产素维没有 产素维其实就是什么? 哲维尔就是 哲维尔就是收夫基一向都不太喜欢的 明白的就是 上届的欧国杯之后 不受重用之后 产素维尔也有个微言 收夫基一向都不一样 不奇怪 但是 你还有什么? 水晶公的米槽 泰连米槽也不需要 还有反而没选谁? 高维,车路士高维 高维其实是对的 又可以踢中间又可以踢左杂 反而是要用的 但你又不选? 那么有趣? 所以用一个自从2月之后 是没出过场的 没上过阵的 一个伤兵 还没伤完的 你都选他 收夫基你真是的 所以 个人就觉得 如果你说 这一个防线 那我觉得 所以如果选得他 会用的 收夫基一定会选 缺损的话 反而就是干沙和 和班傅威特 个人会觉得 是会选择的 就是 应该干沙和丹塔 事但留一个 但是班傅威特 应该也没有机会 好了 去到中场又如何? 中场有什么人呢? 中场就选了6个人 那么迪勤怀斯 阿诺 阿诺 安诺 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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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么这一个中场线 阿诺 就是坦定有 这些资 countries 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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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贵彰斯 车路士也有不少机会 首先看看明露 明露这个年轻 已经代表了国家队上阵了 刚刚在三月的时候 似乎今季也开始 在曼联已经是正选的中场 越看越好 在团队和控制节奏方面 推上的那些 比起同龄的球员 球员也挺成熟的 不是说扭扭肺肺 或者很疼疼的 不是那些 所以修复基算得 个人觉得他应该会入选 甚至可能就是拍着怀思 就是打个双防中其中一个位 明露应该会入选 还有居迪斯中斯 初次入选了 就是居迪斯中斯 居迪斯中斯上年就是 帮英格兰U21 拿了青年组别的欧国杯冠军功臣 今季利物浦也有很多上阵机会 表现是不错的 逐渐回复他初出道的时候 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终尝 而且球员比之前成熟了实际了 之前觉得他刚刚出道的时候 不知道是否他胜红了 或者被人赚了两盏 就是球员比较高张一点 但是经过近两季成的伤 到今季有机会被你踢回 就是越来越多上阵机会之后 D波实际了实而不华了 效率高了 所以其实你说入选 都是很值得入选的 初选名单 但是缺选应该都会放进去的 就是尼物浦中场收负机都会用 再调回另一个初次入选哪个呢 和顿 亚当和顿 这个中场 今季他才在一月的转会枪 在暴力般流浪是加盟水晶攻的 英贯上英超就是这样 和顿其实也是一个高效率的球员 始终是比较硬桥硬马一点的 其实你说如果现在以英格兰的中场 加云菲立斯终于不用选了 因为初途岁月了这么多年 KP就算了 借你去韦斯衍你自己也不删勝 有什么好说 阻振神也落选了 其实和顿是可以留一留给他 但是似乎 不知的眼睛是觉得和顿 又未至于收敷机会是一定要选他为止 所以个人觉得中场会外出 一个就是外出和顿 前面前锋线 前锋线方面 好像很多人都12人 但其实有些基本上是中场选 放他去前锋 比宁咸 比宁咸这边中场 你怎么会进攻中场 你怎么会放前锋 比宁咸 阿King 屈堅斯 冬尼 科顿 基里薯 薩卡仔 查洛宏 艾斯 厌哥 尖士 麦迪森 和彭马仔 如果看上去 虽然说是12个 阿King和比宁咸就不用说了 这两个位置一定正选 你怎么会 真是不像那些人这么狠狠 就说阿King黑脚 英格兰要宝贝 不可以选阿King 你不选阿King 你不选阿King 出不出线也成问题 阿King和比宁咸 应该是铁胆 再加上有什么球员 比如说 科顿 薩卡仔 也不用说了 入眼选 艳哥 彭马 这些正路以金贵表现 都是值得入选的 好了 那 反而查洛宏文 个人就觉得贼一点 贼一点 是 他是快 在踢翼那方面 但是他的球 波底相对的比较粗 似乎就不一定很适合收夫基 而且亦太多人了 也很多人了 所以未必是他 那 反而呢 今次就有选艾斯下去了 艾斯 艾斯 会有整条进攻线的 carry了整条进攻线的 所以 如果你说 艾斯入选 是绝对值得 绝对值得 绝对值得 又这么说 如果你说 这个 真的 会不会入到缺选呢 那这个 就要想想想 就要想想 真的了 收夫基会怎么用它 就是 艾斯 个人觉得 都会在前锋线里面 被out的 就是 其实他挺好用的 不过收夫基会不会用 是另一回事 就是 怎么会out的 就是纯粹从收夫基的 平时的作风和性格去看 就不是说他刚刚对球 你要想收夫基的东西 不可以用正常人思维去想 记住 另外 反而 屈艾斯和东利 就应该两个只能换一个 两个都是射手位 如果以状态来说 今季状态来说 就是 美国选择一定是屈艾斯的 如果反过来 收夫基来说 作风也是喜欢用 屈艾斯多过东利 东利 真的自从 因为上半季 因为他赌波单 搞得要停赛 所以就没办法 令到 出回来的状态都不一样 都很严重 屈艾斯反过来 着火了 还要助攻王 金贵助攻王 射手绑也是头 没见到头三甲 所以 屈艾斯全面一点 所以他做King的后备 也是很合理的 好了 当然 说来说去 收夫基 就是最后的 华士人 对吧 收夫基 就是有收夫基 经常说看死他 就没有冠军 应该了 那 如果这帮人 其实选人来说 是 都会有争议 但是争议性不算太大 但是 最终 会勾了谁 还不知道 收夫基看下去 这次选了很多新人 很多新人 很多年轻财进 上位的财进 但是 这么说 那又怎样呢? 你到决选 你真的选他们进去再说 我就说你很棒 收夫基 就是 你想想 当年 詹士麦迪神 在世界杯之前 哪有收获重用 是不是 是真的 如论压力之下 才选他进去 但是一分钟都不让他出 你这些人 放明是失去那些人 有白口 放明是失去那些人 有白口 是吧 他真的不喜欢就不喜欢 那你现在 好了 你那些 就算你那些 刚才说了 昆沙 居里斯中斯 和顿 艾斯 这些 选入去了 那又怎样呢? 最终分分钟 很多都会被人折出来 很多都会被人折出来 哎 总之 算是这样了 收夫基 你不用那些契仔 没有福哥 没有KP 没有圆达神 那些 已经是很大进步了 收夫基 不会看你有什么太大改变 大家儘管看看 这个初选名单就是这样的 决选 没有基初 应该是开波前一个 就是6月7日 6月7日 即是开波前一个星期 就要确定决选名单 接下来 英格兰就会在6月3日 将会有赛波前 尼亚 6月7日就会有赛冰島 好 踢完冰島那场就要立即选择 这个决选名单 所以就有两场波都给收夫基看看 而且 如果也要看看有什么特别的 比如说 不幸的 伤了 踢不到的话 起码不要这么快就先剪掉 剪掉人 那 尽管看看吧 英格兰 最终会不会有些惊喜 决选名单 好 今集时间到这里 喜欢这一条影片的朋友 麻烦多点点赞 和订阅这条YouTube频道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正常来说 有新节目和live 都会带出来通知大家 还有follow my Patrick 来源浩的IG 因为逢有新节目和live的预告 我也会在IG上出post 也要带上IG story 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